市長 董事長 今天是林玉婷 你昨天有沒有被感動到 我們禮拜五要不要邀他來給他唱會 有 其實 我看到玉婷的比賽 我們都非常感動 那他確實 頂住了壓力 扛住輿論的 壓力 用實力來證明自己 也急迫這些所有的留言 所以我們都為他感到 非常的驕傲 台灣的女兒能夠 站上Oh You Know殿堂 拿到金牌 我想我們都與而擁焉 那當然8月16號 我們也再次 歡迎大家來香吉大道 參加我們的奧運英雄 時常派對 那我說過 我們想要有別於過去 傳統的晚宴 我們特別 規劃時常的走秀 讓 所有的選手 還有家人 他們的教練 工作人員都可以一起同樂 那最重要是希望他們 很近距的能夠讓民眾 接觸到他們所喜愛的選手 那之後也有別處心裁的 After Party 所以我們就 希望讓所有的選手 能夠好好的放鬆 帶著這份拼搏的精神 回到家鄉 然後感受到所有的民眾 對他們的支持和鼓勵 像教育局的學前教育科員壓力大 流動力很大 那現在說27個人要管700多家幼兒園 未來能夠進行 所以我們在提出的經濟方案裡面 就有一項 就是確定會透過編列預算 然後增加名額 確實我們的學員哥的同仁 非常辛苦 那面對很多這種幼兒園各方面的 獨島管理 我想我們會增加人力 市長想請問一下審計處這邊 好像發現說委外的廠商 市長驗收的照片部分 有重複很多的問題 那問來有沒有想說 我有看到審計部他們的報告 從110年開始的問題 我已經要求各局處 一定是要通盤全面的檢視 而且會要求廠商追究相關的責任 違約廠商就必須要扣 申發金的違約金等這些方式 如果發現有驗收便宜形式的情形 另一方面我也要求各局處 即刻的進行 整體驗收的改善 以及強化 包括透過定位打卡 透過軟體比對 甚至也會研議透過人工智慧的方式 來整體全面提升 來阻止任何的弊端 市長金華城案 鍾小平說如果柯文哲被起訴 他就會要求金華城要提供 甚至來重啟台版840 我說過其實我們的態度非常清楚 就是盡快的釐清事實調查真相 我們也全面的配合檢教的調查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立場一致 勿亡勿縱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主席這麼看就是現在外界幾多 九百多萬可能是啥子 你們下午兩點開記者會就好了 謝謝大家 主席 因為館長跟黃崎到東叫陳佩琪 不要再發文 這個無腦你怎麼看 государ Рожön 你沒有稅好嗎 今天聲族還好嗎 我手機滑在這裡 要擠在這裡 好 大家小心 請因為現在這個演唱會的 經由也被質疑 因為當時你說是募款來用 當你擔心募款 還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好 謝謝 因為在這個就在現場 下兩點鐘 後面有車子要想去預計 我們就有家公司的這個錢 發票是沒說是假帳 主題你怎麼看 有查到發票怎麼來的嗎 時間公司 時間公司沒說是通口公司 有掌握了這件事情嗎 小心… 之前陳志涵是對口嗎 小心… 之前… 記者大 之前新莊的進辦好了 1600萬的裝潢 但這個部分 他被說只有用三個月 是用天鑰的裝潢可以給大家 這就沒辦法 到底要不要 主題這麼看小巧說 都挺阿伯 叫什麼錢跟他們說一聲 他們會支持你 我跟你講下午2點 下午2點就有… 下午2點 主題你相信這幾乎沒有暈白嗎 你們最好會化氣器喔 我跟你講 不要太… 沒事… 主題有人說是黃山山在內洞 大家要小心後面有行人 有跟小湯哥喔 現在檔內是低氣壓嗎 會是有說這個機殺可以直接好嗎 來我們慢慢過來 拉個距離 來… 主題被告出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覺得… 來 拉個距離 謝謝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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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怎麼看鍾小平跟基進黨 要對你提告 也到今天潮運去檢舉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目前金華城是不是開始在尿查後 因為後面在馬路頭好不好 來 現在大陸有坐嗎 那現在查這個 查上這兩坨有 確定說有沒有坐假的 我們慢慢退 拉個距離 後面 後面牆壁… 916萬的山頂 沒有牆壁 基金 小心喔 來 這件事情有生氣嗎 你跟別人在表情嗎 好 你的朋友 我們現在有兩點 我們記著會 好不好 先去柯文哲 謝謝 謝謝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那你 這裡 小心小心 小心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最近就陷入了政治獻金的帳目遺雲 民眾黨現在就坦承說 這個申報過程當中 的確是有些瑕疵的 柯文哲現在也說要下令徹查 不過來看到這最新畫面 是今天一大早 柯文哲面對記者的問題 知字不達 僅說下午兩點鐘 會召開記者會進一步說明 我兩點有記者會 你們就可以安安靜靜的在那裡擺好 手機滑在這裡 要擠在這裡 好 大家小心 我們用現在這個演唱會的 這個經由也被質疑 因為當時你說是募款 還用這個 用什麼樣的方式 柯文哲的政治現金疑雲持續延燒 民眾黨現在就表示會全面清查帳目 在今天下午會召開記者會進一步的說明 對此媒體人李彥秋 他在十一號在他臉書上頭 就提出了三個角度 說可以讓大家一起來思考 第一個他就說了九百一十六萬元 說是瑕疵 但這錢去了哪裡呢 第二個就是這個捐款 是由會計師來核對 不過這會計師現在被查出來 還是黨內的自己人 第三是把綠能 你不能當作盾牌 品格智慧是不是有些問題 他也批評這個過去是以純潔白色出道的政黨 可是品格現在看起來也沒有比較高尚 李彥秋進一步強調 以前有個諷刺的預言故事 就是一群政客在開會 突然門口遞來了字條 上面寫有六個字 東窗事發快逃 頓時奪門的奪門 跳窗的跳窗跑個精光 現在不知道這個裡面是不是有柯文哲呢 好 對於柯文哲現在政治獻金申報引爆了一連串的質疑 北市前副市長李永平 他就認為說這是牽扯到許多的複雜的法律層面的問題 恐怕不是柯文哲出面 就能夠向支持者道歉就可以解決的 而黃珊珊當初作為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 才是現在應該最應該出來站出來 跟大家解釋好這個帳目的人 並且要接受詳細的進一步調查 你在理念或者什麼部分上 你說柯文哲還可以出來跟他的支持者說用道歉的 可是你後面的這個法律問題呢 可能並不是道歉可以了事的 那今天有一個關鍵的人 我覺得一直沒有出來說明 其實最要出來講的是黃珊珊 而且黃珊珊不應該是去查帳的那個人 因為她應該是被查的人 就是說不管她是粗心 她是太忙 她是搞不清楚狀況 可是現在黃珊珊她作為競選總幹事 她的角色應該要說 我這個接受調查 然後你們趕快去組織 沒有參與這次選舉跟經費的人來調查我 調查我們當時判斷上有沒有錯誤 或者是怎麼樣 柯文哲給人家感覺就是糊裡糊塗的情況 他們那個團隊呢 感覺也是行政上很混亂的情況 而且內部一直在吵架 所以呢我們可能假設我們相信 他沒有貪污的犯譯 或者是他要遊說大家說 他並沒有污前的犯譯的話 那他現在就應該要找一個黃珊珊 跟那個會計師以外的人 組成一個查帳團隊 而且裡面也要有專業的會計師 但是當然不是這個端木會計師 就找一個新的會計師 全部的查出來 不但對社會公告道歉以外 他要趕快去告訴監察院說 我沒有犯譯 我因為怎樣怎樣怎樣的問題 那他這樣子他才有可能 就透過我說的該繳錢的該繳錢 該還錢的該還錢 該罰錢的該罰錢 也許他可以免除掉 不管是偽造文書 或者是會計做假帳的風波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ue Your Care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盧 初音樂